又有不好的消息了 我养的最久的一条鲨鱼 皱唇杀死了 很明显是跳缸除了干死的 昨天晚上小区里有人叮光放二体脚啊 应该是因为这个给吓跳缸了 鱼缸杆都给创开了 也赖我 没及时发现 我现在心情有点复杂 就这条鲨鱼 它是真赔了我一年多 它都经历过啥事啊 设备突然坏了 导致鱼缸黯淡超标 柠檬沙当天就凉了 白旗沙第二天凉了 这只皱唇沙当时黯淡中毒 还蜷缩在角落吊着一口气 甚至我捞它的时候 它还能游起来 虽然当时的我嘴就没闲过 一直在吐槽 但我心里是真高兴 这是唯一的一个安卫了 它还活着 然后因为那缸水坏了 没有地方放它 死在没早了 我就把当时还处在 黯淡中毒状态下的它 紧急搬到了这个 连水都没有养好的新缸里 然后从此它又在这个缸里面 顽强地活到了昨天 我现在还是想象不到 到底受了多大的惊吓 能把它给吓跳缸 本来想在河边挖个坑 人给它埋了 结果东北这个天气 实在是太冷了 地都冻了 接近俩点才挖这么深 铁锹瓦都干死了 对不住了兄弟 哥尽力了 只能挖这么深 这会儿给你都冻硬了 带点大虾路上吃 还给你带点盐呢 旁边是河 你要感觉大了 你自己加点吧 我盗不了态度啊 别再给这儿整成盐碱地了 一路走好啊 谢谢 好啊